印尼佛教学者之家于9月26号至29号 在雅加达中部的马腰兰国际会议展中心 举办了题为先进学者打造2045年金色印尼的 印尼佛教学者全国会议 指责强调知识分子在印尼民族独立 一百周年实现金色印尼愿景中的重要作用 宗教部副部长夏依福 及多位印尼佛教界的重要人士 政府国会议会议员和其他跨宗教学者领袖 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印尼佛教学者之家总主席比丘特拉带领祈愿活动 驻国家繁荣昌盛 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代表Garuna表示 印尼佛教学者之家成立30年来 持续致力于汇聚佛教学者的队伍 不仅是为了印尼佛教的进步 也以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宽容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希望该全国会议能够为国家发展 尤其是人力资源领域做出重大的贡献 此次全国会议以先进学者 共创黄金印尼2045为主题 致力于继续加强跨宗教合作 创造更美好更有竞争力的未来 未来有竞争力的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upaya umat buddha ini memiliki kepercayaan diri dan bersama-sama bisa berkarya untuk bangsa dan negara kita Indonesia.